老师我们因为现在 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党 已经是放弃了 所以寄望的是2024的新总统 但是这个新总统呢 他对于这个能源的政策 有什么样一个新的规划 如果是在一场的 你讲好了 如果是在一场的政见辩论会上 请老师到现场去点评 去问问题的话 老师想要问这三位参选人 什么问题 第一个假如问能源 读不到我问 能源专家很多 我是政策我很清楚 国际的游戏规则我很清楚 但是里面的很多的专业技术 其实我不能讲陌生 但是没那么专业 老师谦虚的 所以我是觉得 专业来面对这件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要把 电的稳定跟碳足迹 两件事情你必须要一起谈 一起谈才会谈得清楚 不是只是提出能源政策 那一段之外 你还要去考虑到碳足迹的部分 两件事情不一起谈 这件事情谈不清楚 因为世界的游戏规则 已经变了 由不得你 所以老师会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 我就问他们说 你今天面对我们电的稳定 我们水的稳定 跟现在全世界在讲的碳足迹 你们有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 三分钟讲清楚 三分钟讲清楚 事实上这件事情非常复杂 可是你今天要当一个总统 你应该在最短的时间 整理出一个逻辑 说服大家我做得到 这三分钟 事实上三分钟 五分钟应该就可以讲清楚 老师 现在目前包含了 侯友宜是比较完整的提出 他的能源政策 那另外呢 柯文哲我们看到 也就是说他之前陆陆续续 也提出了一些 那当然赖清德他比较摇摆一点 但是他还是得要捧着 这个非核家园的这个神主牌 所以老师怎么看 这三个候选人 这三个参选人 哪一个的能源政策 比较符合你所期待的未来 我是觉得专业的面对啦 专业面对 因为今天其实离投票 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我相信以他们的团队 这些人的聪明才智 要提出一套兼顾 电稳定 有稳定跟碳足迹的 一个双赢的政策 是来得及的 来得及的 但是假如民进党 赖清德他还是铁板一块 非核家园 那你就不要提了 那个根本是不可能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他可以做到吗 凭什么就是台湾 台湾不可能 台湾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因为你的所有的能源 几乎所有的能源 都是国外进口的 你怎么可能 对不对 对 现在台湾所面对的 除了能源政策的错误之外 另外还就说 内政的部分在财政上面 似乎好像也出了 非常大的问题 包含我们来看到 这一次的风灾好了 这一次的台风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陈建仁行政院长 他到了高雄去参加活动的时候 他就大力的称赞 高雄市长陈琴迈 说他超前部署做得非常好 哪像有一些县是没做好 大家就说你就是案子难投嘛 难投这次灾情非常的惨重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一个行政院长 他的格局 他适合这样子去批判 不同的县市吗 因为毕竟这些县市 应该在地方都是在 中央底下的 你的财政怎么分配 你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县市 应该是行政院的责任不是吗 那第二个就是说财政的部分 好 我想这个 其实今天大家看 中央整个台湾的灾害应变的 所有的标准作为程序 整个指挥系统一条边 所有的资料准备 其实都是我 从民国一百年 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把这些事情兜在一起 所以这十多年前老师 规划好到现在 也用到现在 基本是在我们手上 建起来的 我可以告诉你 第一次我到 中央在海滨应变中心 民国一百年了 事实上大家坐在那里 行礼如鱼 每个部会都写了一个 都写一个报告 可是报告跟报告之间 全部串不在一起 全部串不在一起 然后国防部说 我要有两万国军 在这个叫做超前部署 我那时候就问部长 我说那你假设是 颱风天敌人 不会来打我们吗 我们不可能把两万国军 因为颱风来了 我就全部在营队里面待命 所以我不需要两万人 我只需要两千人 两千人你告诉我 他在哪里 他有什么样的救灾设备 对我来讲已经够了 其他的军人该干嘛干嘛去 但是这两千人军官受军官训 这个士兵受士兵训 你国军是打仗用的 可是防灾对他来讲 其实是陌生的 所以他的这些的专业训练 要出来 然后呢中央该 我们这个科技部 国科会有两个防灾研究所 在NCDR 他们负责做灾情分析 灾情分析完以后 我们分析完交给地方政府 告诉他你应该要怎么执行 因为这分析能力 地方政府是没有的 然后我做了7835副防灾地图 为什么7835 台湾在那个时候 有7835个村子 每一个村子有一张防灾地图 这张地图我知道到现在 都还在用 为什么呢 这张地图告诉你 土石流怎么来 你要走哪一条路疏散 你要走哪一条路救援 你的避难场所在哪里 每个避难场所 一个月的存粮 不是你们讲的两个礼拜 一个月存粮 然后所有的电话 你碰到问题该打电话给谁 7835三年话出来 老师你现在到的地方 遇到一些里长 其实他们有时候 还是拿这张地图告诉你 我现在还在用这张地图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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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拜访贾先乡 河安里的那位里长 但是现在是不是他我不知道 他就很骄傲地跟我讲 他利用这张防灾地图 把他的里面做个八个任务编组 台风天有人看水位 有人敲门 有人背老人 有人准备避难场所 就是靠这张地图 他那张地图救了32条人民 2013年我记得有一个台风 我们预估它要从宜兰登陆 就没有想到半夜一点半 从这个秀林撞进来 秀林乡撞进来 结果呢一点半电拳停了 土石流已经到了这个城里面了 那一位原住民的乡长 连夜疏散了三百个人 一条人命伤亡都没有 我第二天坐着直升机 去看他 我说噢噢噢噢 你好厉害啊 你一个晚上可以疏散 三百个人还是摸黑的 所以跟我讲 部长我们有防灾地图啊 就是他那个地图 救命到现在 就到现在 所以其实后来我们就说 防颱风天的时候谁该干什么 其实所有的标准作业程序 写得清清楚楚 老师我突然觉得好感动 就说你在十多年间 都做那个地图 真的一直用到现在 但老师气候变迁 在这十年间已经变得很大了 所以那个地图 应该要更新的吧 那些地图 每几年就要更新一次 可是怎么更新 我告诉你 我们消防署没有专业 没有人力 没有能力 我再跟时间赛跑 所以怎么办 我把从南到北的 每个大学的防灾研究所 全部找出来 让他们跟地方政府 建立伙伴关系 我们台湾大学负责台北 新北中央负责桃园新竹 冯甲负责台中 城大负责台南高雄 其他我就不再念了 这些大学的研究生老师 协助地方政府画出防灾地图 让他们看得懂防灾地图 所以这三年下来 我们全台湾的防灾的职能 提高了 地方政府的职能提高了 大家都看到台风 大家看到这些大小官员 坐在中央栽埃黑云边中心 大家没看到什么 当台风的时候 台北市新北市一级开设 我们台大水公所一级开设 同步开设 我帮你分析资讯 然后交给你 去做执行 因为气象的判定是 我们专业在判定的 我们帮你把它 化成你的标准作业程序 这也是说行政院长 需要很多的智库的原因 我告诉你 台风根本不关 行政院长跟总统的事 以前只要一台风 这个总统院长就要 往我的中央栽埃黑云边中心冲 我每次跟总统府 跟行政院长 跟院长办公室讲说 对不起你不能来 为什么 不需要到总统跟行政院长 不用你来 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不是你的专业 你来干嘛 我台风警报 我的同事 几乎是三天三夜 四天四夜 要紧绷着神经 台风警报一刚发布的时候 我正在忙着准备工作 你一来添乱 我为了要你来 我要写一个毫无意义的报告 讲给你听 所以我们每一次看到防在中心 总统也好或行政院长坐在那里 其实是摆个样子 不需要 不是你来找我麻烦 因为我要准备一个简报给你 一点意义都没有 第二个你的违安会把我所有东西 全部打乱掉了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是不是来添乱 只要我在的时候 他们是绝对不会来的 但是我们现在都看到 总统都要出现了 所以你的指挥官在干什么 深圳台风你的指挥官是内政部长嘛 你要告诉总统说 你不能来 你不要来 但是你应该要去 老师真的很有尬词 所以就得罪了所有的人 你应该要去灾区 就是说台风过后 你到了灾区表达关怀 够了 然后呢 这个部分是总统或是 你一定要可以去做的事情 那是你的工作 但是有的话能讲 有的话不能讲 就像我们这位陈院长 这也不是你能讲的 你去表达关怀 然后你可以发红包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 你还去批评那些 现在灾情很严重的这个现实 灾情没有办法比较 因为每个地方的降雨不一样 每个地方的地理环境 都不一样 其实这件事情 所有的资料 其实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清楚 而且每一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因为所有的情知都在中央 所以我们是告诉地方 你应该要做什么动作 这件事情是中央跟地方 你要没有紧密的配合 这件事情是做不好的 但现在看起来 不仅是没有配合 陈建仁还酸难投 不好 真的很不好 因为其实你真的到了灾区 其实灾区的第一线指挥官 他是很可怜的 詹一鸣是很无助的 詹一鸣要在那个应变中心里面 在那边待多久呢 可能要待到一个礼拜 他都不见得回来了家 然后他都说了财产 全部泡汤了 要教室再严重一点 他的亲人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你今天这些首长 到了地方 我是觉得我告诉各位 勘灾是一个很专门的学问 不是说你今天做了时程机 到那边我发了很多红包 我拍拍屁股说 我表示我很宽心 有什么学问 他很大的学问 以前我们在省府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只要打开电视 看到这个报道说 某个地方有灾情 我看我的手表 五分钟以后 副省长打电话给我 问我发生什么事情 半个小时以后 省长就告诉我说 我们要做直升机出去了 我只有30分钟准备 所以我告诉我的同事 我不要有惊喜 当我看到电视有灾情的时候 其实你也在半个小时 你就要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副省长来我就报告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三分三十分钟 我要跟着省长做直升机 出去的时候 我要把大派要 什么要怎么准备 解决方案我都要全部准备好 然后呢省长到了当地 你会碰到谁 你要讲什么话 你不能讲什么话 你可以开什么支票 你不能开什么支票 全部准备好 这才是一个有效率的政府 这叫做曾经有一个 有效率的政府 现在没有了 看灾是一个非常专门的学问 真的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真的到现场看那些灾民 我是觉得你们这些人 要是真的去看过 他就不应该 他应该会谦虚一点 老师你在从做 这个内政部长的时候 其实从刚刚你所谈到的内容 我们就看得出来 其实你是一个很有 行政院长格局的内政部长了 其实老师的格局是很高的 那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 在洪流冻结节目 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的 有关于这个能源也好 一些未来的规划也好 其实我看很多网友 在底下留言 非常多很多很多网友留言说 真的很希望老师出来 当行政院长 所以老师这个有可能吗 老师愿不愿意啊 不是这样子 我是觉得 为什么我今天可以 把这一套讲得这么清楚 这也不是我个人有多厉害 我是现在少数还没退休 事实上我应该退休了 是从省府 是从省府到县政府 到中央政府 老师的资历是在台湾省 所有的不同层级的政府 我都呆过了 我在台大交了今年第38年 我在全世界 我参与荷兰的气候变迁 我参与越南的气候变迁 我参与中国大陆的这些治理 所以我很有幸参与的 其他国家的这些防灾水利 所有的相关业务 所以我把这些东西 全部整在一起 老师你不能退休 因为你虽然是在台大38年 但是你这么优秀的人才 一定要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我是觉得我们当然希望明年 政党会轮替 这是忠心的希望 轮替完以后 其实任何位置 只要对国家是有帮助的 我都很乐意担任 好 大家都听到了 我没有说我一定要 干哪个位置 完全没有 其实我最想最想做的是 帮台湾组一个智库 智库 我告诉你 今天我刚刚讲 为什么这些人 只谈电不谈碳 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说 你要谈电也要谈碳 其实我在政府待了这么久 其实行政院长这个位置 是一个很辛苦的位置 因为他完全没有脑袋 就说他碰到问题 他下面就是七个组 叫做原来的辩子 下面就是七个组 这个七个组 只是在做一些 routine的行政作业 他碰到问题 他碰到能源 他要问谁 就说每个部会 像我们这些部会 我们有冰有酱有脑袋 所以我这个部的业务 我是有办法 有人帮我plan的 行政院长是没有的 那我问你今天行政院长 你今天这个人 你有多厉害 你今天懂所有的事情吗 不可能 那你要是没有 行政院要是没有一个 独立在政党 政府外面的这个智库 其实台湾 不管谁当总统 都会非常辛苦 因为第一个 我告诉各位 能源跟两岸 没有扯在一起 能源跟国际关系 没有扯在一起 碳跟国际关系 没有扯在一起 都是环环相扣的 每件事情都是环环相扣 台湾很遗憾 要把台湾的问题看清楚 你不看中国大陆 是看不清楚的 你看到台湾看到大陆 你不把中美关系 把这个我们泛太平洋的关系 看清楚 你弄清楚 你觉得台湾有办法 台湾不可能制定自己的政策 解决我们的内政问题 我们全部是因为外来的 因素影响 那你觉得今天这个院长 有那么厉害 所有事情 他都会看得很清楚 不可能 所以真的 台湾需要一个智库 所以如果在2024 政党轮替之后 不管是成为行政院长也好 或是帮行政院长 组一个智库也好 这是老师很想要做的事情 对台湾有帮助的任何位置 我都很乐意来担任 我没有说一定要干什么 完全没有 但是好多网友都打卡说 真的很希望李教授 可以担任行政院长 担任什么先不要说 我们先让政党轮替 才会有机会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勾下单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